直擊遊覽車維修場 門口兩台全是蝶戀花的車 內部人士爆料讓人吃驚 沒有發現交通事故 卻經常故障 進場維修 誇張的是 三三死車禍前兩天 都有車子無端故障 難道是巧合嗎 離職司機爆料 車子都是拼裝報廢車 雖然遊覽車看似屬於有力通運 卻只是靠航的假象 自己買車派車 要把成本壓到最低 對待開車的員工 當然也不可能有輕鬆日子過 對不起 一手建立蝶蓮花事業的周比倉 案發至今仍舊神隱 如今被陸續挖出風光事業的內幕 恐怕在在都是間接導致 史上最慘車禍的最大元凶 记得黄家瑋 何惠蓉 曾經澳洲光展 台北報導